闹得飞飞扬扬的日本彭武节风波 并没有因为沈兰儿州苏丹公开训诫 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而平息 反之伊斯兰党长老理事会为伊德利斯护航 认为把彭武节看作纯粹日本文化的说法 并不能消除这项节庆 可能含有佛教元素的疑虑 呼吁穆斯林不要参与 同时玻璃市宗教司拿督阿斯利 也在这个节骨眼上 建议主办单位为庆典改名 一来可以让节庆照跑 二来也能够减少争议 但是必须确保活动不含有宗教迷信 或者是崇拜等等元素 虽然雪岸俄苏丹沙福丁殿下 出面为日本彭武节撑腰 但质疑声浪还是一波接一波 伊党长老理事会主席拿督阿摩亚耶发文告 呼吁穆斯林不要出席彭武节 在他看来尽管有些人认为 这个庆典纯粹涉及日本文化 但这种说法根本无法消除 庆典可能含有佛教元素的担忧 他强调这和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阿末 以及一众宗教学者的看法 是不谋而合的 因为他们都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发生 确保不会有人卷入 可能违反宗教信条的事件 无论如何把彭武节 看作文化活动的说法 根本无足轻重 与此同时 玻璃市宗教寺阿斯利 则建议主办方 为彭武节改名 避免引起混淆 误以为是含有迷信 或崇拜元素的庆典 他举例或许可以改名为 日本文化节 或日本社会节 如此一来 原定在下个月16号举办的节庆 能够如常照跑 也能减少争议 他再三强调 主办单位必须确保这场庆典 不含有宗教迷信或崇拜的元素 也没有代表特定信仰的仪式 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稍早前声称 伊斯兰发展局研究发现 彭武节含有其他宗教元素 劝告穆斯林不要出席 不过这引起雪州苏丹斯拉福丁殿下的不满 两度发文捍卫彭武节 除了措辞强烈的训诫说 不要滥用宗教平台混淆视听 还直接点名医德利斯 预令当事人亲自参与庆典 切身体会宗教和文化活动的区别 巴黎滚